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以定数 有时候讲此地 有时候没有此地 华言经商就交代得很明白 情不奉爱袁荣 云荣不奈行不 行不就是此地 有此地 云荣就是没此地 不能说此地 这个说法才圆满 才真正地收拥 所谓有一种聪明伶俐之人 他的行结 行正的 是一种事情 我们在佛经里 看到世尊 讲经说法 听众之中 有些人听了一半 还没有听完呢 就开悟 你看 楠言经商 世尊讲到第三卷 讲圆满 楠言十卷 三卷讲圆满 才讲三分之一了 我难开悟了 成绩也拜佛 佛给他印证 有些人听经 没听一半 证果了 证三果 证四果的 这个我们在经上 常常看到的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此地讲的 不能定说有此地 他们有此地 信结行正 融会成一体了 这种事情 也得要跟同学们说明 不说明 终于怀疑 他从哪里说起呢 他从三学三会 说起 小跟气的人 这所谓是小臣子 所以小跟气 小心量的 心量小马 分别执着很重 这个叫小跟气的人 他次第修修 他有次第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他有次第 大跟气的人 大臣菩萨 输不上次第 所以菩萨学的 叫三会 三会 闻会 思会 修会 闻思修三会 三个都叫会 诸位要知道 那会是哪个会呢 戒定会 之会 因此 没有戒定 那来的会 没有戒定会 那来的三学 这个诸位要知道 有一些人 没搞清楚 听说菩萨修戒定会 三学 他也就要学菩萨 三会真正的意思 没搞清楚 我在找你 说这个话 总是二三十年前了 我在台北大专佛学讲座 那个时候 我担任总组奖 有一位同学 辅仁大学的同学 我还记得清楚 名字忘掉了 好像是姓林 名字一下想不起来了 年岁太久了 那么在上课之起年呢 他走到我面前来 他说 我发思了 我下次不来听经了 我就奇怪 我说 为什么 你在这个 我们大传讲座 表现得很不错啊 从来不缺阔的 听了好像也蛮欢喜 很有受用的 为什么明天不来了呢 他说 我听经已经听了两年了 这叫文会 文法 已经闻了两年了 他一说这个 我就明白了 哦 我说 大概你不来听了 回家去修丝会 去想去 他点点头 我说 丝了以后 你再去修 对不对啊 他说 没错 我说 今天这一堂听不听呢 他说 这一堂我要听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 把大家这个错误的观念 给他修正修正 他认为呢 听经就是文会 错了 问你开了会没有 你开了智慧 听经才是文会 你没有开智慧的时候 你听经 谈不上 戒定会都谈不上 哪里是文会呀 这个时很大的误会 所以 菩萨 宾沃罗汉高 菩萨是大臣 大臣佛法建立在小臣的基础上 为小臣 哪来大臣啊 好像盖房子一样 没有底下一层 怎么会有上面一层啊 上面一层一定盖在底下这一层 底下那一层修什么 修戒定会啊 你戒定会三学完全都没有啊 你想搞空中楼过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那个会呀 是戒定会的会 你要得到会了 看 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要会开来 菩萨修呢 那个戒定不谈了 就修会 诸位要知道 这个上面的包含底下 戒第一层楼 定是第二层楼 会是第三层楼 将第三层一定包括底下两层 将第一层不一定有第二层 将第二层一定有第一层 将第三层一定有第三层 菩萨虽然修会 戒定居足 他要不居足 会从哪来呢 所以这时候大学生听了两年佛法了 居然把意思听错了 难啊 实在是难啊 那在我想啊 听错了的人不少啊 不止他一共啊 他说出来了 别的人还没说出来了 去戒了佛的意思 在开经济上 愿戒如来真实义 他是误解如来真实义 错切如来真实义 这不是麻烦事吗 还好啊 他提出来 所以我就说了 听了两年 不听了 文会 回家再去想 去想两年 想了两年之后啊 再去做 再去修行 再去修两年 大概总是这个意思吧 我说你这个文经啊 叫道听徒说 你没有听到啊 你回家去试啊 叫胡思乱想啊 胡思乱想 两年之后 你要修叫盲修下列 那怎么能成功了 那哪是菩萨 怎么会这个做法呢 菩萨和胡思乱想 盲修下列 那怎么能成功啊 这就误会了 文是修三位 文是之接触 用这一个字来代表 眼见色 也叫文 而天神 鼻秀香 身体这接触 只要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用这个文字 文表接触 思表明了 一接触就明了 不要等着去思 一思就落到第六一时了 那哪里算是菩萨呢 小成人 尚不止于啊 所以佛用这个字所代表 因为凡夫对于一个事情 比较深一点 总是想一想才明白 所以思代表明了 所以思代表明了 修代表什么呢 代表没有过时 破米 代表破米 由此可知 这就是文思修是一种事情的 文思修是一种事情的 一个是接触 一接触就明了 明了就不迷 从接触叫文慧 从明了叫思慧 从不迷叫心慧 可见的 文思修是一种事情的 所以独教会 哪里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呢 分成三段就错了 所以说这是不能说有次第 不能说无次第 那个戒定会 就不能说无次第 文思修不能说有次第 这才是菩萨修的 菩萨先生高级的佛法 下了课我再问这个学生 我问你下次还要不要来听 他说要来听 不可以错节了 错节了就很可惜了 那么信节行政 这四个字 也不能说有次第 也不能说无次第 初学的人有次第 功夫得力的人没有次第 功夫得力的人 信节行政 何而为一老人 如果你能够将信节行政 融合成业 你就得真实的收勇 可以说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欢喜快乐 真的是快乐无比 发喜充满 就是我在前面讲 你已经有能力把凡夫无限的烦恼 转变成了高度的智慧 你日常生活是生活在高度智慧之中 为什么能够生活在高度智慧里面呢 信节行政和用 这就是菩萨的散会 如果把信节行政分作四个段落 你没入门 你是门外汉 你得不到受用 你舍得再多 你讲经讲得天花乱坠 所以你的生活还是苦恼无比 你得不到发喜 你得不到受用 所以说初阶段一定是有此地 功夫得利了 此地就消融了 就融成一片了 这是我们要知道 要努力的方向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